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的孩子 也遭受到社会上的唾弃 这个无耻的女人 恬不知耻 谣言获重 萧綦 对我前女婿没有爱情 她真是被抱负冲破了头脑 而我的前女婿潘景浩 她也是个极自私不负责任的男人 她被消极迷惑 以至于搞到今天的地步 这完全取决于她的性格 在此 我要提醒大家 幸福 是要争取的 但凡是有目的性 是带有不怀好意的想法 不是用抢的 不是真爱的 迟早一天你的男人也会被别人抢走 不是那样的 萧綦不是那种人 你妈是在胡说 请你们不要再孤入我的后者 也不要效仿汤嘉丽 否则你们的孩子 以后也会受到永远的痛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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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赵花莹 这招比我还厉害 免礼藏针 以退为进 名为认错 实际上是对汤振昆 发被爱的轩银 同时又把他自己跟命案 撇得一杆儿 还让萧綦 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一箭三雕啊 梅兰娜 你该不会是 萧綦第二吧 我哪有人萧綦这么有魅力 你太抬举我了 我没有留意 我没在组的 你不觉得是 剑刀网 我只一定要看到你 我为了 我 老虎 你在哪儿 少废话 你在哪儿 少废话 你在哪儿 轩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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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 快来 快来 你跟我说什么 小琪不是你妈妈说的那种事 那你告诉我她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她是圣人吗 她不是圣人 但她是你姐姐 姐姐 我姐姐就是这样对我的 你骗零下有这样的姐姐吗 她也不想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有些隐情你并不知道 她弟弟确实是被你妈缩室坠楼的 当年的弟弟 死的时候不到十岁 再加上你爸爸又抛弃他 萧綦的妈妈都哭瞎了 你在说什么 家子 命日总是归时神宅 她确定不再报复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怀了孕 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的出现 虽然这两年我和她练习的并不快 但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 她一直活在愧疚里 她就连想回头也回不了她 她那都是在故意装可怜 只有你才会相信她 桃圆 桃圆 你听我说 桃圆 她是真心的 真的 你生病的时候 她还去医院看过你 你认为她撒谎的罪过 我就没有理由去恨她了吗 你有 你当然有 但是 家子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 因为你不会发自肺腑地 真心地去恨一个人 你哭口薄心地劝我 究竟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萧綦啊 我既是为了她 更是为了你 家子 我希望你不要去恨一个可怜的女人 更何况她是你的姐姐 更重要的是 我不希望你总是难过 并险于无休止的仇恨之中 更不想 让你成为第二个萧綦 我想让你成为 我的 成为你什么 你快说 成为我 不可或缺的女人 乌羊 我真的很感动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你还能做我最真心的朋友 我再也不生气了 佳思冠 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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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 你回哪儿啊 潘江 你疯了吧 你这个时候还回去 他们会相信你吗 你现在回去 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兔玉 是 潘江浩可以不相信我 潘江也可以不要我 但是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不可以抛弃我的孩子 我不可以让谎言 摧垮我的家庭 我必须以行动粉碎谎言 包括我自己的谎言 我虽然选择放弃仇恨 但我绝不会放弃 我自己 维护家庭 维护亲情的权利 维护亲情的权利 我要为真情 为亲情而战 我知道 我知道 怂又齐还有赵欢音他们 一定会把我整得挺无万福 但是为了这个家 我一定要去拼一把 你是我最好最好的姐妹 你一定要支持我好吗 人这一辈子 就怕选错两种朋友 一个是叛徒 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种铁杆 为了你这个铁杆 我得再次两肋插刀啊 谢谢你 杜宇 谢谢你 杜宇 看看谁来了 会不会又是记者呀 姐 萧綦回来了 什么 她回来了 你先让她进来吧 赶紧把警号叫下来 哦 来 妈妈去 妈妈 你还知道回来呀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妈 你去哪儿了 警号她说 莫管她说什么 让她快下来 她说她不想见萧綦 什么话 媳妇是她娶的 她想不见就不见吗 这阵子还过不过了 快去 妈 我上去吧 妈妈 妈妈 不要走 妈妈不走 妈妈上去跟爸爸说两句话就下来啊 你先跟奶奶玩一会儿 妈妈一会儿就下来陪你啊 去 去 安安 来 宝宝 妈妈不走 妈妈一会儿就下牢了 来 去 来 太子茗了 来 接下来 你先走 走 静昊 我才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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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就走 锦浩 你听我给你解释 锦浩 锦浩你弄疼我了 就算我是个罪犯也得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好 那我就给你申诉的机会 现在我就带你去 见识一下你花钱过来的爸 让我见识一下你是怎么在我面前演戏的 让你九泉之下的母亲好好听听 她的宝贝女儿是怎么说鬼话的 锦浩 我不去 锦浩 你听我解释 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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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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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带她在哪儿啊 你疯了你 你把她放开 锦浩 快走 锦浩 你听我说锦浩 锦浩 放开我 不哭 不哭 锦浩 我求求你 你帮我下去 帮我做了锦浩 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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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听冲 我求求你了 我知道我有千万万万的错 但是你要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啊 我求求你听冲 我求求你听冲好不好 我求求你听冲 我求求你听冲好不好 我们要是斯兰恩怎么办 好 你不是要解释吗 你不是要解释吗 我给你机会 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几个妈妈 到底哪个爸爸是真的 你跟宋又齐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嘉丽 宋又齐只是老板 这是你老板吗 他不是跟你一伙的吗 我承认他是我的背后主使 但是 但是我一直都是被他要挟的 要挟你什么 你说不出来了吧 大典礼 我不管你是不是唐晨坤的女儿 我也不管你跟赵和英有什么身处打痕 结婚这两年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博士不知道 而你呢 你诱惑我 利用我 欺骗我 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 景豪 景豪我不是一下想的那样 我承认 我之前是想利用你 利用完 我就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会让你再找到我 可是后来 我也慢慢爱上你了 特别是有了恩仇 我真的想过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可是没有办法 苏有琪 苏有琪她一直纠缠我 我后来又吵过苏有琪的 我希望她可以放过我 可是她不同意啊 她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 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涂鱼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 你也知道的呀 你还在这里跟我变故事 你还在跟我打感情牌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 在我眼前的是萧綦 还是汤嘉丽 还是什么别的什么人 你到底有多恶毒啊 你到底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没有 我真的想好好跟你结婚 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我没有骗你 连我妈 都是因为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死的 我真的为你付出了好多东西 我都没有告诉你 我求求你相信我 相信我这一次去最后一次我真的改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一个恶独到可以抢她妹妹老公的女人 她说她爱我 一个狠独到可以为了嫁男人 把她妈妈气死也不吝惜的人 她说她爱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好了够了 我不想再见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下车吧 如果你是在报复我的话 恭喜你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下车吧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下车吧 我不要 你 金浩 我求求你 金浩 我求求你了 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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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 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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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们 辛苦了啊 来 走 来 走一个 来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好 你 你谁啊你 干吗打人啊 干什么呀你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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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走开 走开 好好好 走开 我又打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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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十年前 我儿子到底怎么死呢 我老朋友查了你女孩 到底是不是要还女儿 不说实话 我竟然弄死你 好好好 我说 我告诉你可以吧 但这信息 也不能白给她 这年头 你也知道 这信息 都是来换钱的 你说 不说了 我说是可以的 你不说了 你说的 我说的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会的 我怎么会的 你为什么不说 我怎么会的 你怎么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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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知道了 你去忙 爸 真是岂有此理 伊士头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招呼都不打 就把人家给辞了 爸 是这样的 我得跟你说清楚 那家公司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居然跟我们报价两个亿 两个亿啊 而且丝毫没有给我们 留讨价还价的余地 恐怕是没有给你 攀井浩留谈价格的余地吧 那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推了也就推了 你的态度那么恶劣 现在我去求人你啊 人家都不干 态度恶劣 我没有啊 没有 我怎么跟你说 要你做事低调的低调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你都不听 现在萧綦不在 你就把事情拜成这个样 成事不足 拜成有余 爸 说生意就说生意 干嘛提萧綦啊 这家公司不能合作 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公司嘛 你找谁合作啊 你以为做土地进化是闹着玩的 那政府要验收的 现在国际上 能做土地进化的公司 没有几个 一旦验收不合格 就会倾家荡产 还有 现在时间这么近 上哪儿去找合着的公司啊 反正货是我闯出来的 我会负责到底 你负责到底 你负责个品 景昊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走开 Okay yeah Bud 有лов 这只想came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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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喂 赵老马 家里没事吧 老虎 怎么会是你 你说这话安的什么心 我安的可是好心 今天 坤哥来找我了 把我打了一堵 还问我要儿子 那 那你怎么说 我还能怎么说 兄弟我收了钱 当然 打死也不能说 你都不知道啊 他把我打成什么样子 连个医药费都没付 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不能经得起 他再打第二次 第三次啊 你又想敲诈我 英姐 你这个人啊 就是说话太迟 你这一语道破 让我情何以堪哪 好啊老虎 你找本事了是吧 敢这么跟我说话 好好好 我不跟你废话了 我是怕了你们两口子了 反正话我是带到了 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有必要让我再敲诈的话 再来找我 啊 喂 喂 就是他就是他 这个人站了好半天 又跳楼 快 这么说 你真是唐承坤的女儿 对不起 天哪 我们怎么就跟唐家 接了两次了 小琪 你知道吗 你这么做 把景豪害散了 把我们潘家也害散了 爸 爸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想到 回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该隐瞒我的身份 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 我对景豪的感情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选过 要主动伤害过盘家一次 你对景豪的感情 是不是真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过报纸上 对景豪说的那些难听的话 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呢 对不起 爸 妈 我知道我现在奢求你们的原谅 已经不太可能了 我知道 你们现在就算 把我赶出潘家 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作为恩宁孙女的母亲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实话 爸 这一切都是宋有奇的阴谋 他起初是利用我的报仇心理 拆散加死 还有景豪的婚姻 好让潘家和汤家决裂 之后他就大肆地要挟我 让我盗取欧亚达的商业精密 就是第一次泄密行为 后来他也让我盗取过环保资料 但是我修改了数据 他就失败了 他看我不合作 就把蔚蓝调进了公司 也就是我跟蔚蓝的第一次公司纠纷 他知道我想除去蔚蓝 才把我的身份给公布出来 给公布出来 爸 妈 你们相信我屋说的都是实话 我现在只想说实话 我潘友天能同意你进潘家门 就不会轻易把你赶出去 事情的真相 我会查清楚 至于你和景昊婚姻的最终结局 恐怕还是得你们两个人决定 这个事情不管闹成什么呀 别人那都是外人 你这老公啊 是没什么能力 但是他为人并不换 至于今后该怎么做 你是个聪明人 用不着我教你吗 你是他家属吧 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你问问他 他都想跳楼了他 跳 跳楼 我没想跳楼 那你不想跳楼 你站那么高干嘛 你看风景啊 跟你说说 瞧你这个态度 算了 反正也没什么事啊 你家属也来了 你呀 把他带回去 好好劝一劝 我们这儿呢 都挺忙的 那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郑坤 走吧 诶 郑坤 郑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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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好的车你不坐 你去哪儿啊 民政局 去民政局做什么呀 在电话里我不是跟你说了一遍吗 你还让我再说一遍呢 开什么玩笑 那都这把年纪了 你是嫌现在离婚率很低是不是啊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我不同意 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不都是为了你们父女俩 假如到现在还没回家 你也没去找他 郑坤 你别言戏了 我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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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逼我离婚 你逼我离婚 那是因为我没有了自己的骨肉 我能忍受 这么多年对我指手画脚 那究竟 我当真快算是个吃软饭哪 我还能忍受 你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自己孩子的幸福 你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自己孩子的幸福 而我还能忍受你在媒体面前丢人现眼 这上前说了点真话 叫我欢迎杀了我儿子 你杀了我亲生儿子 是用我汤振坤 能和一个杀害我亲生儿子的人 一起生活吗 这婚我离婚了 我不离 要离 你一个人自己去离 我不去 离过你的 我过我的 汤振坤 景昊 你回来了 你又不饿 要不给你做我面吃啊 你在找什么 是不是在找睡衣啊 睡衣在这儿呢 景昊 景昊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 你要是难过 你就打我 你就打我你就骂我 但千万不要不理我 景昊 我知道我现在很难让你原谅 但是看在恩恩的面子上 可不可以原谅我这一次 就一次 我以后一定每次都跟你说实话 再也不骗你了 景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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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不会又回去了吧 嗯 怎么了 潘家人对你怎么了 潘景浩没打你吧 我没事图约 我很好 你放心 好你个大头鬼啊 好你哭什么 我不让你回去 你偏回去 不行 萧綦 你赶紧给我回来见到了吧 萧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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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呀 萧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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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不好意思啊 家里太乱了 你睡觉吧 我睡了 我睡卧室的床 你睡一客厅 地板 好 我睡地板 我睡地板 很勉强吗 不勉强啊 我特别乐意 特别开心 我们新汤的是不是很难缠啊 难缠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之前追萧綦 不是吃了很多苦吗 那 我跟她谁比较难缠 你说你 你住个院吧 把你那毒醉给治好了 留下个酸嘴 总说醋话 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了 你少臭美了 我提她是因为 因为我讨厌她 才不是吃醋呢 我说汤圆啊 你就别装了 我这么了解你 你呢 是和我一样的 没心没肺 从来不记仇 对不对 就你一个人没心没肺 我告诉你 我可记仇了 我告诉你 最后别惹到我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好好好 你赢了 你是复仇女神行了吧 那 你们讲讲 你打算怎么报复萧綦呢 我还没想好 不过我一定会想到一个 最最最恶毒的办法去报复她 我得让她知道 汤圆斯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你干嘛 不信啊 我 我信 我信 我说汤圆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潘景浩 你怎么回事 你刚才说我 其实是你吃醋吧 我才没吃醋呢 你看啊 你说你恨萧綦 是因为萧綦抢了你最爱的男人 对不对 推理了 证明你还要潘景浩 才不是呢 所有抛弃女人的男人都有原罪 有原罪的男人都不值得爱 那 那你干嘛还要很萧綦啊 我说你绕来绕去的怎么又绕回来了 你不就是不想让我恨萧綦嘛 我都知道 是 也不是 看到你现在我突然想起三个 关于感情的哲学命题 第一呢 是关于分手 我认为分手后的两个人 不可以再做朋友 因为说分手的那个人 真的深深地伤害了对方 但我同时认为分手后的两个人 也不能视彼此为仇人 因为他们毕竟互相深爱过 就比如你和潘景浩 第二呢 是关于宽恕的 就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路 踩扁了一朵鲜花 但被踩的花朵却总把花香留在你的脚下 我觉得这就是宽恕 就比如你和萧綦 第三呢 是关于爱情 其实我认为呢 爱情就两句话 爱我呢 就深爱 不爱我就走开 就比如说 比如什么 比如你和我 我觉得今天跟你说话好累啊 你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哲学家 跟哲学家谈感情能谈得明白吗 那好 就不谈感情了 咱们谈睡觉吧 那我去睡觉了 晚安 那 你这地板怎么睡啊 就 这么睡呗 不然 你今天晚上 别睡地板了 不睡地板 那我睡哪儿啊 你到现在连睡哪儿都不知道 活该你单身 你到底来不来 我 我来 你是说潘景浩父子 为了化工厂那块地 而翻脸 准确地说 是我的离间计 奏效了 潘景浩彻底地被我挑唆 放弃了与英国人合作 现在彻底地惹弄了这些英国人不说 而且还让潘友天大发雷霆了 现在这些英国人已经告知了欧洲所有的同行 拒绝与他们合作 这块地 也将成为废地 欧雅达集团会损失两个亿 加上他们后期所投入的四到五个亿 我想 大明集团 跟欧雅达集团的合作 即将是以失败告终的 好 黄天不负有心人哪 未来 这次你立了头骨 这个事情的善后 有谁负责还是潘景浩吗 当然 而且这个傻瓜还独咒自己 要负责到底呢 好 太好了 我们的好机会来了 老吴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潘景浩 要是还想在这个地界上 起死回生 他必须要重新寻找合作伙伴 而威蓝说了 欧洲人 已经彻底地抛弃了欧雅达 那潘景浩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嘛 眼下只有我们能救他 救他 不像你们俩的风格啊 为什么要救他 对呀 老吴 你有什么想法 大明曾经收购过一家 在德国注册的虚拟公司 当初收购这个公司 是为了应急洗钱用的 但是随着大明和欧亚达的重组 和赵焕英担心 境外公司的监审制度太复杂了 而暂时封存 可巧的是这家公司 有德国联邦政府 核发的还凭资质许可证 威蓝啊 你可以把这家公司 引荐给潘景浩 哦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潘景浩 到最后 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其实潘景浩也没有完全地信任我 再加上我说的话 也没那么有分量 我怕我推荐的公司 他也不一定看得上 威蓝啊 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 潘景浩他不信任你那很正常 我可是看着他从小到大的 我们呢 一定要在他找到其他的公司以前 打尽我们这个蝎子 晓晓声 龄男嘉宾 咱们别在哪儿 一家女 stirring 是让她在哪儿 她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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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笑什么 我让你推掉伊斯特公司 可是我没让你得罪他们 他不想跟我们合作 随便吵借口吧 你真是一招被蛇养 水您怕警生